那麼四個黨團都已經到會場 那我們是繼續昨天的學商的一些方向 看能不能有共識在這一次的臨時會 大家針對討論的提案 如果有一些共識 那大家能夠在就例年之前提早把這個會結束 請各黨團大家表示一下意見 來 首先請 好 那能不能 好 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三分鐘 私底下再問 你沒問看他們的意見怎麼樣 國民黨是沒意見啊 可是民進黨沒有人在裡面啊 所以 他為什麼不進來談啊 等一下會進來吧 還是他就不進來了 通過四個黨團 針對一些時間 私底下大家要做一些時間的安排 意識處也要針對議案做一個整理 所以剛才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在這邊討論這個時間的安排 那麼經過剛才一個多小時 大家 黨團彼此之間的交換意見 我們現在有一個協商的結論 這次我們大家經過協商 我們如期總一算完成 然後相關法案 定義法及長照 完成其他不足以 對 就是這個原則 對於今天的整個協商的過程 大家都付出了時間跟精神 肯定這樣用協商的方式 達成了一定的一個進度 因為我們是院長召集的協商 我們這個修法之後是要直播嘛 對 那現在情況變成說 協商好像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就是說我這邊還是呼籲大家 還是在這個場域裡面 因為我想這樣才有公開監督 然後大家才了解說 為什麼這些事情的發展是什麼 剛才邱明委員所講的 對啦 我想 剛才院長也說明過 很多文字調整細節 還有時間安排齁 痴迷的論 那都要討論 在這邊沒有辦法討論 那叫分組討論 分組討論 政治都是這樣 沒有那百分之百這樣 我們還要打電話 溝通我們的黨團成員這樣 我們也要去 我黨團在打電話問黨團成員 等一下我們這樣可以不可以 大家都要有時間 中心去出很多事情嘛 那就是政治上 沒有全世界沒有這一套的 能夠公開擴平 不要基於形勢 這要是環境最重要 因為就是問題要調整 然後他真被電視上看 我們很樂見今天的協商結論 那在我們這個國會殿堂 我想這個理性的協商 這是所有全國的人民 最愛看到的事情 先讀 我最後講一下好了 來 這個是隱瞞結局 怎麼來講 請各位注意 各位聽一下 充足妥協進步 這個就是新國會 好不好 共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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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